会议上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方面说明目前包括沙包等整备情况 因应苏拉台风来袭 台北市政府8月30号上午在灾害一面中心召开防台整备会议 作证指挥的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透露 正在上海参加双城论坛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早上6点就赖他关心台北状况 在赖里面问我大概台北的天气怎么样 刚好在路上我就跟他讲说台北天气很好 到这个市政府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 那上来的时候天气又变好 所以我跟他讲说状况在今天台北的天气还算不错 那依照这个气象级的报告 大概在中午可能苏拉会影响的大概就是恒春半岛的部分 那对台北的影响真的没有那么大 李四川在会议上特别提醒湘湾局处 除了苏拉台风外 更要注意紧接而来的海魁台风 因为它对北部影响更大 预计8月31号到9月1号 9月2号间最靠近北部 也许市民都把focus在撕拉 忘掉后边还有一个海魁 那海魁就台大的这个气象团队 告诉我们的大概在31号跟1号2号 可能最接近我们的北部 那这个雨量可能也会增加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在各局处就这个雨量的部分要加以防备 由于这几天阵风大潮 除了水利处要注意水位外 李四川也提醒交通局方面 加强注意水位停车场 按照SOP对外宣导 依照实际状况通知车主使离 提醒我们这个交通局 对于水位有一些停车场 那怕大潮的时候海水倒灌 如果有影响到我们的停车 那也请这个停管室能够加强的防备 那如果假设有这一个海水倒灌的状况 那我们就按照SOP该通知这个车子 或是必要的这个透调 我们都会按照SOP来进行 李四川也请观传局宣导 提醒市民台风期间不要去爬山 或是到海边河边游玩 也请在防办公室和台大气象团队 对海魁路径加强注意 亦有变化或强降雨要提早防备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